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情工作的广大教职工 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为教育欧心沥血 克敬职守的每一位教职员工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大家为教育事业 做出的卓越贡献 出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友 白锡正党委委员周李南书记 分管教育横延停工办主任 成都主任 现在我宣布 恒严中学教师节表彰大会 正式开始 大会进行第一项 全体肃力奏国歌 中学教师节表彰大会 全体肃力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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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第二项 欢迎恒严中学 曹成林校长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师 家长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秋菊一彩 当归飘香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面 我们迎来了 第三十九个教师节 今天我们发挥一场 能尊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 首先我代表学校 向拼颇均取 无私欢心的 全体教育员歌 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前提前 上表彰的 二十六位老师 表示 志瑞这个 祝贺 向全体肃力奏 在 教育第一线的老师 表示 诚致的 建议 校园 横严教育 汇姓医生 的 辟学教室 提前 原特的教室 身上 真诚的祝福 将军之以来 支持 和华中学校的 上几年的 何世民各界朋友 表示 深深的 歇意 奖励 奖励 北城 街上过 人才 多事 踢上来 回首 同学地区 五十四年的 办学历程 我们更加 曾经请回到 正是 游学生业人 勇往直前 永不放弃的 建议 正是 游学生业人 默默工作 感受寂寞的工作态度 帮助 发展 和遭遇到 的 一步 一个 教练 是 分解 成立和 进行 客户的 素描 慢慢地为 高 永当的 参与 大事 有 通报 新华县 教育基金会 白石正 恒业成功办 白石正 恒业中学 关于 表彰教育工作 先进个人的通报 近年来 恒业中学 广告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 全面光彻 党的教育方针 认真 落实各项政策 为我们恒业教育 做出了 突出贡献 涌现出了 一大批 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 乐于奉献 并取得突出成绩的 优秀典型 为 激励先进 促进工作 经 新华县 教育基金会 白石正 恒业成功办 白石正 恒业中学 同意 授予 陈兹林 等 六名同志 恒业中学 先进 教育工作者 称号 授予 曹昌林 等 十五名同志 恒业中学 优秀教师 称号 一并 与你 通报表彰 希望 收到 表彰的同志 借教 说 混乱中学 优秀教师 上台领奖 张晓宇老师讲话 秋风送爽 单位飘香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第39个教室节也带着丰收与喜悦 无期而至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教师 向出席今天大会的各位领导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向耕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 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此我想提前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 今天站在这里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 我要感谢学校各位领导 给予我的机会和肯定 正是一直以来来自学校的关爱与温暖 让我拥有了无限的力量和干净 其次我要感谢各位同仁 对我的指导与鼓励 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我自己 更是属于在工作岗位上无私帮助我的你们 正是你们在各个方面给我树立学习的榜样 让我有了不断向前的动力 再次我要感谢我可爱的学生们 正是你们的信任和包容 让我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我深知这份荣誉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鼓励 更是对我未来工作的一种鞭策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和颜联校既往开来再创新高 祝愿各位领导老师工作顺利 祝愿所有的同学们享受春光 多种希望放飞理想收获成功 教师代表石洪岳老师发言 真正的各位领导 各位优秀的教师同仁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大雄小学的石洪岳 很荣幸能够代表新入职教师站在这里发言 也非常感谢领导给予我这次机会 此刻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新入职教师 向各位领导老师同学 致以新学期最诚挚的问候 与此同时我也深知 以我的工作经验和个人能力 无法代表所有的经验教师说出大家的心声 所以在此分享一些自己个人的捉鉴和感悟 教书于人以身作则 学高为师深正为反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1198刘广正的家长 做了一名已毕业的学生家长 非常感谢学校领导 老师给予我这么专闻的机会 有限参加今天的教师节表达到位 能让我有机会当面代表全体家长 校围团学们的成长 撑住了八二二 先车前 还有守候智慧的校领导 我老师们可是最专心的感谢 我最传闻的建议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横延中学 12班的同学陈玉瑶 很荣幸今天能站在这里 代表全体学生发言 首先让我代表全体学生 对领导和老师们的重心 与培养 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古以来 教师被称为先生 先生就称为一种修为 一份崇敬 一种精神 回首历史 春秋时期 孔子开创了一代教育之仙泽 弟子三千 七十二贤人 就在那时 师生之情已悄悄地埋藏在了历史的废道 久而久之 远远流长 终于流传到了今天 以致作为学子的我们 拥有特殊的一天 可以向站在三十讲台上的老师们 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 在求知的道路上 老师向一束光 照亮了我们全新的道路 让我们学会了路漫漫其修远期 不将上下而求索 让我们明白了三人行必有我失焉 让我们知道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用周书记讲话 中心的各位领导 敬爱的老师 江导 和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笑好 龙情 好意 传闻情 亲身赞誉 孙诗恩 直达第39个教授 来宁之际 我仅代表 白锡镇导委 政府 想确定 就这根 收表照的 写经 吉利和个人 以及提特小教授 致以诚振着的问候 和参加的敬意 从昨天到今天日去马上 从今天到明天任重到远 当前我们正处于八季时期 而人才又时期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这样的关键时期 需要大力实施 科学行政的战略 需要加大救援的经济 社会化的 和协定 第39个教师节 即教师表彰大会 到此结束 祝全体老师 节日快乐 工作顺利 合家幸福 祝各位同学 身体康健 学业进步 谢谢大家 谢谢收看 敬请转发 下次再见